翼龙的挂载武器 未来遮天蔽玉的翼龙攻击群 将会对包括航母 以及它的护航兵力 构成一定的杀伤力 2014年4月30日 一则来自新西兰的消息爆红五落 该报道称 中国正准备将翼龙无人机 装备人民解放军 消息一出 立即引起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渲染大波 据知情人士投入 无人机可对目标实施连续不断的跟踪侦察 一旦列装部队将极大提高侦察实时性 尽管我国军方没有透露相关的确切信息 但翼龙无人机却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 据悉 翼龙无人机机重1.1度 长9米 翼展14米 飞行高度5300米 航程达4000公里 最大续航时间约为40小时 除了能够携带侦察设备 对敌方目标进行远距离长航式侦察之外 翼龙无人机还具备精确打尽能力 其最大载弹量200公斤 可携带国产KD-10激光制导导弹 和LS-6GPS制导炸弹 从外形来看 我国翼龙无人机与美国捕食者无人机极为相似 但造价却远比美国制造的无人机要敌廉许多 每家不足100万美元的售价受到了多国的侵害 可以看到翼龙确实有很多的可取之处 而且据说这种无人机将来很有可能会成为航母的杀手 航空母舰是漂浮在海面上的一座小型机场 舰载机可以通过它在远离本国国土的地方 实施全天候大范围高程度连续作战 航母的地位是任何舰肢都无法取代的 而随着航母打击能力以致俱增 如何加强反航母能力 也成为了各国主要研究的课题 据知情人士介绍 航母一般是以航母战斗群的形式参战 航母战斗群集合了航母 海军航空兵 水面舰艇和潜艇 是一支机动的作战 对手想要接近航母并击沉航母 绝非一支 然而有人却大胆一测 提出翼龙无人机将有可能担任反航母的核心任务 据相关人士分析 翼龙无人机反航母体系将与卫星系统 导弹 潜艇和远程攻击机相互配合完成任务 首先以侦察卫星 远程超视距雷达侦察航母的大体位置 再用无人侦察机对航母实施精确定位 并派出大批翼龙实施狼群式电磁干扰 缺弱航母的电子防御能力 最后派出具备远程奔袭能力的固定翼战斗机 对目标航母实施补充打击 此外 无人机在反航母作战中所起的核心作用 海提现在可以直接发短攻击 攻击型无人机携带制导导弹和制导炸弹 可对地面和海面目标发起攻击 无人机的攻击力强大 这个毋庸置疑 但是有的时候 无人机的攻击力太强 反而会成为一个弱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由于防空技术的飞速发展 各国对隐身飞机的要求与日俱增 越来越多的新型隐身无人机横空出世 然而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我国新型无人机翼龙 竟然不具备隐身功能 与翼龙无人机相类似的捕食者无人机 同样不具备隐身功能 正因为这一点 他的第一次行动就令人胆战心惊 2007年9月27日 美空军首架捕食者无人机 被派往阿富汗执行作战任务 但他们不曾想 捕食者的这次处女行动 已经被阿富汗武装分子探查得一清而出 此时数十名阿富汗武装分子已经将狙击步枪和尖扛式火箭弹对准了天空 只要捕食者飞入他们的射击范围 他们将一举将其击落 半小时之后 随着捕食者无人机发出嗡嗡的鸿鸣声 捕食者已经钻入了阿富汗武装分子的海铁城 但此刻远在数百里之外的美军地面操控室内 操作人员仍然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降临 他们不紧不慢地操纵着手中的手柄 而就在这个时候 监控室内突然传来了几声喷喷的响声 阿富汗武装分子向捕食者开火了 美军操控人员惊慌失措 他们迅速操动手柄 试图让捕食者消灭白血目标 但由于敌人位置隐蔽 美军操控人员无法估算敌人的人数和具体位置 捕食者成为了带宰的羔羊 无法进行有效关机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 捕食者始终没有逃离包围圈 敌人频繁向他发射猛烈炮火 然而 面对数枚来自不同方向的炮弹 捕食者竟然毫发无损 原来阿富汗武装分子使用的对风武器 是狙击步枪和火箭弹 射程最高也只不过3000 而这样的高度 对于飞载6000米高空的捕食者排架 根本不构成任务的危险 那么就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了 翼龙无人机身上的时候 美国的无人机方面又有了新的动向 美国时间2013年5月14日 上午11点18分 一架X-47B无人机 从布什号航母上成功完成了弹射起飞 在顺利飞行65分钟之后 这架X-47B在位于马里兰州的 帕塔克森特河海军航空站走路 事后有媒体评论 这对于一架无人机来说 可能只是一次试验的成功 但对于无人机的发展来说 却是迈出了一大步 然而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2014年4月7日 据美国媒体透露 X-47B将进行新一轮的 无人空战系统飞行试验 验证X-47B可融合进 航母舰载机连队之中 这意味着 X-47B的起飞 着剑和操控能力 可以和传统友人飞机 进行有机结合 不会破坏航母甲板上的节奏 据知情人士透露 舰载机着剑之后 飞机撤离甲板的时间限值是90秒 而X-47B在理想条件下 可以在60秒内撤离 在撤离过程中 X-47B需要在甲板上 快速完成机翼折叠和违钩收起 目前 X-47B正在进行第一阶段的缓慢测试 有望在2015年完成进一步的集成试验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一定会有一款我们中国自主研制的无人机 会登上辽宁舰或者其他的航母平台 因为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无人机技术确实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我国无人机研制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可以说起步较晚 然而步入21世纪之后 我国的无人机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2006年10月 我国暗箭无人机在珠海航展上首度亮相 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轰动 其独到的外形设计 可以说有别于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无人机 该机双锤尾和压式前一的设计 参考了先进有人战斗机的外形特点 使其能以超音速飞行 具有极高的机动性 随后 我国一龙无人机的实体机 在2012年的珠海航展上公开亮相 这款机侦查打击能力于一身的新一代无人机 达到了国际上同类型无人机的先进水平 受到了外媒的高度关注 而除一龙之外 我国新一代隐身无人机利剑 于2013年5月完成滑行测试 作为我国首款喷气式隐身无人机 利剑的各项性能 已经超出了我国大部分现役战机 如今 利剑即将进入试飞阶段 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 试飞大型隐身无人攻击机的国家 其意义完全不亚于歼20等400机的出现 或国产一龙无人机的诞生 标志着中国在无人机领域已经迈向了前沿 而未来 更为先进的国产无人机 还将源源不断的驶向天空 届时 一支不容小事的空中力量 势必将成为中国上空的用力